三三女,她都是教會最明顯的城市,很榮大的聖人 她的駐機裏面有一個故事,我會覺得她會幫我們了解今天福音裏面的美容 聖女兆特朗和她的家人,她們的關係很密集,她特別驚訟她的寶寒 她最喜歡的日子是在聖誕前,一家大小,會在一起,互相交換禮物 每一年一次都會這樣做,她十四歲那時候,過一個聖誕節 當她和一家人一起參與美撒之後,她們走回家,大家一起 她就滿為高興,而接近等待她交換禮物的時間 但是,在一起走的時候,她聽到她爸爸說這句說話 我們何時才可以不再做這種無用的禮物交換呢? 但她一聽到爸爸這樣說,她覺得很震驚,身裏變得很迷惱,很憂心,很失望 但是她說,她說她在那個時刻,天主給她很大的禮物,很大的一份欣賞 就是天主讓她能夠將這些不開心的情緒,那個迷惱,那個憂慌,那個憂慌 就擺在一邊,使她能夠很安靜和平和地和家人一起過一個很好的聖誕節 她自己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她覺得她是十四歲了,她覺得她占星了她的情緒,以後不會寬予她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不是這麼大的一重,但是,如果我們反省一下,我們會明白到 其實很多人,包括我,在我們,我們活到一半月的夢,現遠會造和我們情緒的動作 我們的情緒有時真的會咬咬我們,如何看自己,如何和其他人讀我,如何看這個世界 小小年紀的邵德蘭已經懂得尊重她自己的情緒,不會把她們發揮和發揮出來 其實她會明白,說你的情緒沒有什麼好或者不好 說你的情緒都是中和的,是一份能量的東西 有些是不舒服,有些是舒服的 或者是不舒服的感受的時候,就是表示我,有些是不夠溫足的東西 有些東西可以處理,但會令我發脾氣的時刻 現在好像是一間鬧鐘般,要求我,當悲哀之何,有些東西可以處理 但在寧修生活裏面,今年的能力算是一個很大的一場 讓我們做去抽離外生的儀式流 因為心裏面我們都好像我們今天儀式的 但有些東西不斷落在我們心裏面 思想、情緒、記憶、憂慮、悲傷 都是不斷落在一條河一樣 但小德林那種跟從就讓他站在河岸身邊 而被水滴走,去觀察自己 用足夠的空間和自由,做一個很大的回應 無論發生了什麼 這種能力,我們和耶穌希望我們圓用的祈禱 有關係 但是,在今年的福音的道理 其實不是說我們要一直這樣去通告 直到我們得到我們的祈禱 才可以停止 我們很容易會有這樣的回應 我們這個社會其實是一個實用主義的社會 因為只要付出努力和時間 我們就會得到我們想要的利益 但這不是我們天主下的錢 我們可以靠,這個沒有問題 但我們的生涯沒有依靠 我們也沒有得到我所靠的 如果是這樣 我們的祈禱好像三年一樣 我只會往大仙的白神 有什麼很大的分別 幫我們去祈禱的時候 我們會邀請歸行 虛心感去接受生活中所賦予給我們的一切 無論是成功或者失敗 虛心或者歸心 我們都要站得很難反身 相信上主的動物 但這個是一個過程 所以福音裡面 耶穌說 不要灰心 和你的情勢有什麼關係 和你時時時時時的動物 可以有各種精神 在今天的福音裡面 耶穌說 人之來能使 能在西上走到聖等嗎 祂在問我們 當我們面對生活裡面的好年的時候 會不會堅持我們 對祂的信任和希望 像今天福音的寡婦一樣 祂其實很完整 祂被拒絕很多次 但沒有太灰心 祂會接受求祂所需要的東西 因為祂相信天主 和祂在一起 不會放棄祂 相信天主 對祂說 對祂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